- 請問一下有沒有部可以剪到片的機? - 可以剪到片的機? - 可以剪到片的機呀? - 沒有呀,你砌個部吧! - 少許待會! 那麼我們外判剪片師就找我想借電腦來剪片 那我當然不讓這部 所以我和他新訂做了一個預算是$6500的組織 這部機是給打機和剪片用的 好了 講到這裡 或者你會有一個疑問 阿底先生去了哪裡呢? 其實呢 我們這條頻道是一條雙主持的頻道 那第三呢 主要和大家去鑽研一下AMD的東西 而我就比較喜歡Intel 所以會和大家繼續鑽研Intel的東西 好了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幫他砌機了 作為一個Intel ES的主持 那當然是用Intel啦 至於我們今天會買些什麼硬件來砌呢? 由於時間關係 所以決定用魔法把人編出來 喂 還沒變齊 再來吧 好 今次變齊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堆呢 就是我們用了$6500港幣 用魔法編出來的硬件 至於為何要這樣砌呢? 我們就要一直砌 一直講解 好了 這裡這顆呢 就是我們用了$1300港幣編出來的 i5 10400了 至於為何要用這顆CPU來剪片呢? 每個人都說 AMD核心多 為何要用Intel呢? 因為Intel有極性的影像加速編碼技術 很多人都說 有Display Card幫助 已經可以剪片剪得快很多 但它有什麼壞處呢? 多數人都是用NVIDIA的XPAC剪片的 用這個NVIDIA的編出來的片 第一 影像沒有那麼清晰 是不像多層霧在上面的 第二 顏色也是淡一點 沒有那麼鮮 沒有那麼漂亮的 但是 你用Intel的極性 沒有這個問題 剪片師要剪一些高質的 要吞色的片出來 我唯有給這顆CPU去吧 那好吧 或者你會問 我要熟悉 為何不用AMD卡呢? 因為 AMD是一種編碼技術 沒有什麼 晶片層色支持我的 這個 就是為什麼我選擇這個CPU 給它原因 但是到這裡 你就在想著 10400 它的時脈只有2.9 那 怎會夠這個3600快呢? 就要講一下我們的Matterboard 一份Matterboard 我們用了850元港幣 變出來 那它有什麼特別 為何要選擇它呢? 是因為 我們本身要買好貨 說笑而已 其實呢 是因為它的供電上速比較多 正常的B460M 就沒有這麼多供電上速的 你大多數都是看到上面只有8顆而已 那它這裡有13顆 它是12加1 有這麼多顆 供電一定夠 那為什麼我要選MSI的版本呢? 因為MSI有一個官方的App 叫做Dragon Center 開玩笑這麼說 西九六中心 它有什麼用呢? 它可以將這顆CPU的時脈 撐高它 那因為呢 這顆是浪氣的CPU 沒有得超愛騰的 所以 你沒有得扣超愛騰 將它的時脈變高 唯有用這個方法 將它的時脈撐高一點 讓它用得愉快一點 另外這塊motherboard呢 就有兩條M.2的槽 那如果它日後不夠容量的 想多加一條SSD 都有兩位給它加 還有 為什麼要選這塊呢? MSI有選一些便宜一點的嗎? 雖然是說供電上速沒有那麼多 但是我也夠用啦 因為一般的便宜版 只有兩條RAM槽而已 兩條很快就用完 加又難 換又浪費錢 所以我選了一條四條RAM槽的motherboard給它 它就不用煩日後加RAM 不加RAM 這個問題了 好了 講到RAM 為什麼要用這兩條呢? 為什麼要用Cruzo 8GB 2666MHz呢? 其實呢 它的時脈很低的 因為 預算有限 不要緊 它便宜 容量又夠不大 我們先用 看不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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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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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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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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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不用Intel原装那一款 可以省些預算 其實剪片是會令到CPU Full Low Full Low 情況下它會非常熱 長期積熱的情況下 它就會關機了 所以我們買了這個 Clonomaster Hyper212 它有什麼特別呢? 它的散熱力足夠散掉180mAh的熱度 即是說這個氣息絕對散掉它的熱度 好了 這個Hyper212 就跟了這一包 IC2星數E1散熱膏 但是我們今天不用它 我們今天用這支Arctic MX-4 為什麼呢? 其實散熱膏是有一樣東西叫導熱系數的 對於系數越高 散熱的效能越好 而這一包仔 IC2星數E1 其實它的導熱系數只有4.5 但是它隔離這支Arctic MX-4 導熱系數有8.5 都差不多一倍 為什麼? 那些人買了一個好的HitSync回來 以為一定散熱熱 但最後積熱更嚴重 嚴重到過熱熄機 就是因為散熱膏的問題 好了,說了那麼久 是時候開始下箱了 好了,終於組裝完了 究竟為什麼要加入這支GTX 160 Super 一開始就說過 自然電視都要玩遊戲 而這支GTX 160 Super 一來比較便宜 但為什麼不降到預算 我買了一支GTX 160 因為這支GTX 160 因為這支GTX 160 這個系列 其實它們主要有6GB VRAM 就可以走到DXR DXR是什麼呢? 就是一種技術 令到你的卡 就算不是RTX 沒有RT Core 都可以走到Way Tracing 好了,說了那麼久 我們就試一試它有多厲害 好了,來到電腦了 我們馬上進這個Dragon Center 按Extreme Mode 看到它立即CPU boost到4GHz 好了,我們現在來試用這個3DMark 好,最後結果 有5530分 1080P打遊戲來說算合格 我們再看看溫度 Display Card最高溫度 就有81度 而CPU最高就是有60度 好了,下一個遊戲 我們就測試這個2015年的Display Card殺手 Rise of a Tomb Raider 設定是用1080P解像度 Hertz就是60Hz 所有反鞋子都推到最順 而Graphics呢 我們就用這個Ultra Preset 開始Benchmark 進來,看到畫面都非常順暢 最後結果呢 其實平均每個場面都有30fps以上 只是因為開了垂直同步 所以它只能走到30fps左右 好了,下一個遊戲 我們來測試Rade Tracing 5 Graphics呢 我們加中畫質的 垂直同步關掉 看看效果吧 左上就開DXR 右下就沒有 那DXR呢 畫面比較漂亮 有導映有反光有光線追蹤 但FPS呢 比沒有開的時候低一半 好,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所有玻璃和水積都會反光 畫面非常逼真 雖然只有中畫質 到最後這條後巻 大家可以看到地面上面 一邊有水積,一邊沒有水積 有水積那邊當然是非常逼真 而且也耗到60fps 效果非常不錯 試鏡到這裡 好了,我們今天的6500元砌機 就來到這裡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條項目 合不合你們呢? 我們剛才說的對你們 有沒有幫助呢? 有沒有更加了解 剪片應該要用什麼硬件呢? 如果覺得我們這條影片拍得好的話 記住 要CLSS我們 comment,like,subscribe,and share 你們小小的支持 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 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 那你會不會用同樣預算 再砌分同樣的東西出來呢? 我會給各位砌R.O.G 這個Hyper E12 就跟上這一包小生液膏 等一下,等一下 這一包小生液膏 好像有點熟口麵 是不是? 在哪裡看過? 有什麼熟口麵 等一下,等一下 是不是很像平時我們在壽司店裡 擠點的那包芥末? 喂,想像力不錯 那你下次試試點來吃 拍完片 記住 都可以 啊,等等 你也不可以,我拍片 或者你不如試試用這個芥末 當細膏 這個Hyper E12不錯 可以拍 那這支CPU一定會覺得很刺激 但是,先用醋油 都可以 都可以,那整條送給你什麼 等等,會燒大餅 那就是你什麼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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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秋心 不要 你秋心 我看你 你秋心